各位網友早晨,我是吳仔 早晨,我是Hei 我們HeiFive 晨早新聞報寸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一下我們廣播 今天天氣如何呢? 來到6月7日,星期三 受低壓曹影響,今天大致多雲 減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 下午局部地區雨勢較大 吹和換至清淨的東南風 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 最低氣溫27度,最高31度 雷暴警告是現證生效 今天的新聞就是 有個內地男子爬屋打劫 被警察捉了 但警察也受傷,咬了一腳 他很關心 今天有很多警察的罪案要關心 在2019年 以前有些小朋友說一些口號 說什麼ROT等等 真的拘捕了一個退休警 是真的ROT騙了4萬6千元 真的在2019年8月的時候 我說得比較溫和 社會運動 如何騙法呢 這個報紙就賣出來了 稍後跟大家說說 另外有一個很高級的警司 叫陸振宗 很多高級都叫陣宗 這個陸是姓陸的 已經停職了 他已經涉七宗罪 有非禮 有危險駕駛 有商人 究竟內情是怎樣 跟大家說一說 今天香港的新聞 《倫常慘劇》都有跟進的 詳細新聞內容 還涉深水埔謀殺案 印度婦人 現在轉送去哪裡 青山醫院 缺席聆訊 是不是很精神挫亂呢 現在送去青山 之前說沒有精神病紀錄 但現在是否確定了有精神病的問題呢 正常如果一個普通人 就會還押在那個 還押在監房之類的 現在問題是 他已經轉送去青山醫院 鄰居說回形容 遇害三姊妹聽話 看回他們生前的照片 那些妹妹仔 很可愛的 那些印度 南亞裔的小朋友 那些樣子全部都很可愛 真可憐 上個星期曾經有男親友探訪 那些鄰居 說回究竟是怎樣 他們說很乖巧 很聽話的 那些小女孩 那些街坊很心痛 放了一些麥當勞 在那三個遇害女童的門口 放花在那裡 叫做盡一點心意 那攝氏單位一劏五 那攝案四母女就住過劏房 那樣子 上個星期才有 應該是弟弟 來探討他們的 那些鄰居說 那三個女孩都很可憐 無端端這樣死 很可憐 好地地死了 又無辜 沒有辦法 這個無償的社會 還有 還有空岸現場解封 圓關 圓關位 有個女童的書包 鄰居 因為慘劇而失眠 都沒有辦法 因為住得太近 始終心都會不靈 不安 過去都已經過去了 大家活在當下 世間上 種種的慘劇 是沒完沒了的 即是我們的之前 我們的之後都會有的 放下這一種 這些算是悲心來的 因為這件事是慘的 多些關愛自己身邊的人 那現在說 他們深水埗這個倫常命案 三十名的女親友 是接力為遇害的小姐妹的祈禱 老爸有去過那個地方 去完之後又再離開 唉 他們的宗教不相同 三十名 女親友聚集在他們 位於大角咀的住所 在屋裡 開了一個祈禱會 悼念 也繼續有女親友接力去祈禱 這樣 真可憐 這些事情 另外 死者的父親 昨天早上 抵達臉房 辦理認屍的手續 哀傷而無語 他那個女人 是用枕頭 焗死那些女人 想嫁禍給老公 是這樣的 事實上是他斬死但沒有刀傷 當時原來他兩個 在爭取這三個女兒的撫養權 攬炒 昨天 老爸去認屍 默言不語 神情哀傷 坐私家車離去 這些事實在是一宗都嫌多 另外 有些無人性的新聞 這宗判終身監禁 毒氣瑜伽球 殺老婆 殺妻女 殺妻女 判終身監禁 許甘山新上訴 獲批 10月10日給你 多賤格 中文大學 醫學院前副教授 許甘山 涉以一氧化碳住入儒家球 殺害妻女 你說這些事多可可 精神病 有些原因 之前那宗 你說局死三個女 我也看到一宗慘劇 這宗 真是滅絕人性 老婆和女兒相處了這麼久 你自己有這樣的知識 竟然把一氧化碳住入儒家球 放在車上 讓氣體慢慢流出來 弄死老婆和女兒 那女兒當時只有16歲 老婆47歲 這宗案是2015年 現在他有56歲 那個兇手 法庭判了兇手 現在判了終身監禁 那他就 上訴 還上訴 還打算上訴 還給你上訴 打牌也給你上訴 但是這些真的 你說人性 這些是否再離譜 精神病 隨機殺人 當然有可怕之處 但是老實說 那個事例不是真的這麼多 網友帶出一個問題 你覺得正常人殺人多 還是精神病人殺人多 那這個算不算正常人 這些當然不是正常人 這些是人渣 老婆和女兒自己生 你曾經相愛才結婚 他現在懲罰他老婆 那些想著是甚麼 想著是不分身家 令祖家庭等 這些很賤格 你有這樣的知識 知識是用來教導下一代 幫人 他用來害人 還要害自己的親人 終身監禁還有得上訴 上訴怎樣 上訴完之後 對呀 改判死刑 當然是不可能的 這些人是不知悔改的 好 另外說說一些新聞 東沖學校教學助理 就撤死了 入職一年 很少請病假 校方感到難過 說說他有甚麼情況 他突然死亡 他突然死亡 他說上星期一 開始出現肌肉疼痛 我去過北大嶼山求醫 他說他流感 引致肌肉發炎 我拿了一些藥 又上班的時候 撥在桌上 完全沒有反應 送院搶救 證實死亡 跟大家說一下 急症科醫生說 流感會讓肌肉疼痛 但形容有關情況 疼痛都常見 短暫 他說不可能會這樣死 他推斷當時有發病發症 例如一些心肌炎 情況可能會惡化得較快 心肌炎 死亡的女子38歲 進一步的死因 再跟大家說 先看到這樣的情況 說他曾經有流感 醫生估計是心肌炎 另外 說說深水保佑 十二歲的女子 跟女網友上堂樓 天台聊天 被一班同黨 打 嘔劫 手機和現金 小妹 年輕 十二歲 你身上當然沒有錢 也有iPhone iPhone值幾千元 被人打到 五個男女 圍毆他 搶他的現金 手機 臉和肚子都受傷 追上去 想追回 追不到 驚動圖人 報警 試完襲擊 和盜竊處理 暫時沒有抓到人 快 快抓到 那女子在社交媒體 快手 認識了一個十五歲的女網友 之前有見過面 再出來 誰知道 其間女網友 帶了三男一女 提議上唐樓 上次見過面 再上去聊天 都說被人嘔劫 到處認識別人 你知道 那些人很笨 我不是說認識別人 帶你上去 當然你沒有防備心 笨是笨在 人家有你的電話 找得到你 怎會抓不到你 竟然跟三男一女 在上面打這個女孩 然後搶他的iPhone14 以及搶了他110元的現金 為了一點錢 這些傻子 將來有案底 想去旅行也困難 不要說是移民 想離開香港 在這裡 乖乖地 這些人真是笨子笨女 很快將他們乘之於法 我相信警方 很容易抓 好 講講這件 沒有身份證 這個男人是大陸人 有些報紙說他是內地男子 在東頭村 企圖爆洩 碎了 在平台上跳下街 當場抓到你 南警調查期間 扭傷了 扭傷的腳 這個要怎麼報出來 真的 阿sir做事 扭傷了工傷 搞到有些報紙說他們 要審視警隊的問題 其實我覺得 做事弄傷當然有 做冷氣也會 不用特意說 對嗎 也說一下 好了 黃大仙 企圖爆洩 凌晨3點 剛才 有一個人 把三個單位的窗戶打開 鄰近鎮東樓的居民發現有飛天琴佬 通知保安 保安 保安帶同事去看 電筒一照 說真的有個男人琴琴琴琴 有人知道 看到了 想要離開 在平台跳上街 自己也受傷 保安員將他制服和報警 這個保安將他制服 警員到場 拘捕企圖爆洩可宴男子 有人膝頭受傷 由救護員送院治理 警員期後在平台調查 軍裝警 可能香港現在下無無語滑腳 扭傷了腳 車順手送到醫院 在現場找到士巴拿 被捕男子是內地人 沒有身份證明文件 警方初步相信 有人未能 未有成功進入單位爆洩 就是正調查事件 鎖好門窗 住低層那些 無論是村屋還是公屋 都是這樣說 沒有錢 鬼鬼祟祟偷番薯 小心點 好了 說說那件2019年騙OT 這些傢伙有時候 當時經常聽到這些 因為當時是社會運動 經常聽到什麼騙OT 叫口號 真的騙OT 不是開玩笑 被他們說中了 說退休南境 退休了 想完沒事嗎? 被揭2019年涉獲4萬6千元OT錢 竟然被控八條罪 就是星期三提堂 就是今天 警方表示 新界南總區重案組人員主動調查警務人員行為期間發現一個56歲退休男警 在2019年8月懷疑使用虛假文書 以詐騙御時工作及紀律部隊御時工作的津貼 當中涉及4萬6千元 消息稱 涉案男子退休前住守沙田分區 在今年5月31日 天水圍拘捕這個男人 控告一項罪 公職人員行為失當 和七項代理人使用虛假文件 欺騙主事人交替控罪 我不知道他在何時騙 但是我告訴你 當時2019年8月 如果你打回新聞 在香港 嘩 厲害 其實未必關那些出來當席的警員事 他是自己寫寫完之後 對比上司 然後說自己上班 應該是這樣的 當時警方說 表示警隊非常重視人員操守 任何人員干犯違法行為 警隊絕不容忍和姑息 定必按 這個既定機制 公平公正地調查 那就好了 對了 另外有一個 這個高級的 經常見到這位陸鎮中前警司 經常出來做記者會 經常出現 這個人 停職警司 七宗罪 非禮危險駕駛 傷人 法官應辯方要求 押到8月再審 這件事 就說他去年在粉嶺食市中心的殘廁裡 三道非禮和一名女子 嘩 知法犯法 當時喝酒 涉嫌不忠一個月 那件不關事 那件非禮 三道非禮 已經發生了 那件事 原來不足一個月之後 危險駕駛 和襲擊一個女人和兩個男人 因此被控非禮 危嫁 襲擊傷人 七條罪 嘩 昨天在區域法院提訊 押後到8月31日再審 向被告提取進一步法律意見 期間被告繼續保釋 這位陸鎮中43歲 報稱 任職警察 他被控三項非禮罪 上年6月22日和23日 兩天 為何 他說在粉嶺聯和去街市熟食中心殘廁 洗手間裡 三道非禮一個女人 他涉及另一宗案件 危險駕駛 襲擊造成身體傷害 有意圖 導致他人身體受嚴重傷害 和普通襲擊罪 四項控罪 加上七宗罪 嘩 嚴重傷人 這位女子 這位女子和非禮的女子是否同一個女子 因為我們看到的新聞 都是用X來形容的 在粉嶺一個停車場裡的危險駕駛 襲擊女子X 剛才非禮的也是女子X 我不知道她的代號是否同一個 報紙這樣寫 我就不懂得想 因為是同一個X 致造成他身體受傷害 也襲擊男子一個蔡文浩的名字 醫圖 導致他身體受嚴重傷害 也襲擊一個男子叫奈文顯 嘩 只用五千元就可以保釋 也要遵守一份擔保的條件 不准離開香港 交出所有旅遊證件 不得直接和間接干預 控方證人 也要每個星期警署報道一次 據悉 案發時被告休班時間 他已經被停職了 嘩 這個案件挺嚴重 一聽那個報道也 好了 講講一些輕鬆的新聞 去泰國輕鬆 回到香港被抓到的可憐 這些事情真的不能做 海關機場檢獲市值24萬 懷疑大麻花 在曼谷底港的32歲男子被捕 我看到的量 一張照片打出1.2公斤 懷疑大麻花 他說市值24萬 可能是香港 你看看他 那個量 應該沒有這麼多錢 你看看他 二三十包 在香港值24萬 他在泰國旅行 因為泰國 泰國 其實泰國 因為是大麻發化 如果去泰國 你也知道 成行成市 這個男子很年輕 32歲 他說在泰國 曼谷 飛回本港 海關人員進行清關的時候 在行李艙的手提行李裡面 發現24包重值 1.2公斤 大麻 大部分毒品 就收藏在零食的包裝裡面 在哪裡跑得掉 那些東西有這麼大的味道 那些緝毒圈 索一索 就馬上領工 是的 海關人員馬上把男人拘捕 我們在泰國上飛機 已經不停用廣東話說 在大麻屬 在香港屬於毒品 叫人不要帶回去 是的 雖然 日本 差不多是半合法化的 在泰國 簡直是全合法 那些人帶回來香港 我想不簡單 不少 不然不會不停做這些廣播 這次比較多 比較多 現在根據危險藥物條例 返運危險藥物屬於嚴重罪行 一經定罪 最高可以判罰款500萬 和終身監禁 市民切物以身示法 那些事情 不要帶出境 真是死得人 不小心 不小心留在三袋裡 真是麻煩 唉 真是自己小心 好 另外又說 嘩 在灣仔 在灣仔 幹什麼 電梯偷拍裙底 27歲 男子被捕 昨晚7點左右 執法部門接報 說男人懷疑在灣仔 牽尼斯的扶手梯 用手機偷拍31歲的女子 群體 人員接報 說以 涉嫌非法拍攝觀察私密暴遺罪 他拘捕了一個27歲的男人 拘捕了 通街也是個好色的 月圓之夜會出事 這幾天都是月圓 那些人的情緒特別高漲 有些原因 你們想知道就上網研究一下 港鐵有什麼女色狼 港鐵女色狼第一視覺自拍咸豬手 網民說他變態 自己摸自己嗎 然後放上網給人看 人們說 我女生摸女生有什麼心態 沒有什麼心態 男人都可以色情 女人都可以色情 對 有什麼心態 他現在怎樣 他說 不少網民從影片推斷 懷疑非禮咸豬手的女人手 女人摸女人非常驚訝 有什麼驚訝 沒有什麼驚訝 你猜女生看AV 只是看男人 有些心理學報告 他說女人其實要不就是相性戀 要不就是同性戀 要不就是相性戀 要不就是同性戀 女人和女人之間其實是喜歡的 這些說到有少少人類學 你說這些男人很喜歡女人的胸 其實女生一樣 出眾隱難度是會跟母親悶 motive 因此都一樣有戀母持合情 都是同性戀 這些說了話 我便講到心理學 網上流傳了這麼種影片 女孩子摸女孩 那隻手其實是真的很像女生手 但菲麗在最高判法十年 判罰十年 判罪是 March 1 owed 不知道他們是專門拿來玩東西拍還是真的 有些片在網上流出 另外有個大陸的阿叔在港鐵月台吃煙 又是大陸,這個真是寫內地男子 被勸了態度囂張 他說阿叔月台不給人吃煙 他說哪有月台不給人吃煙 不像張家輝那套 哪有學校不給人吃煙 那些是搞笑片 現實生活真的是這樣 意指哪有月台不給人吃煙 他認為可能是露天 香港就不行 哪有 如果阿叔是香港居民的話 香港也活了幾十年 哪有月台可以吃煙 你不吃我就不吃 你不吃我就不吃你 那些網民在網上留言說 淨垃圾周圍吸煙 東鐵內都見過了 何況在月台 網民說可以吃煙 你整支吃落肚是沒問題的 但噴出有害的毒霧 就會影響到其他人 對了 如果你拿著煙 如果把煙包吞掉 其實沒有人阻止你 但不要做這麼愚蠢的事 有很多人在月台上吃電子煙 甚至在月台上 那些人 病態 有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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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說 你給我自由 我喜歡吃煙 你給我死 那些人很淒涼 沒有辦法 他被尼古丁控制了人生 不吃都不行 不吃不舒服 有些人說 我吃煙是什麼 我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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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休息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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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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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的腦子和呼吸聯繫 你就舒服 這樣會令你的身體很差 不過有些人勸不聽 葉太重 沒辦法 另外說 碼頭圍 水庫有些小鳥離奇死亡 現場唯有有毒的粟米 有毒鳥 今早6時半 神運人士 走到何文田 常和街碼頭圍水庫 遊樂場散步 看到多隻麻將、白甲、斑溝 死了一堆 真的很多 懷疑有人惡意放毒 十幾隻小鳥的屍體 多麼陰質 做這些事情 自己受了 跟你說 因果的業力 當然 你真的讀那些人是無辜的 有東西吃 那就死了 你幫那些小鳥 尿了他有罪之身 死了 但你自己也有事 做這些賤格的事 叫做什麼 欺騙一些很純真的動物 餵食當然是吃的 對人類也沒有什麼警惕心 對吧 是人類的心多毒 你有沒有見過那些動物 這樣導人 沒有的 這個地球最殘忍的生物是什麼 你說 獅子老虎那些 絕對是小毛見大毛 它都是餵食的 那些香港人有時候 是餵過癮的 那一刻 好像很聰明 地球給你這種智慧 不是這樣用的 好 另外 梅菜包裝 就說未標示含有二氧化瘤 食安命令停售回收 那些梅菜 那些業制的菜 品牌非鵝牌 有毒物質 不行 有防腐劑 二氧化瘤 要這些受影響的批次 就停售和下架 我們這裡一而再再而三 提醒大家 所有業制的食物 不要吃了 有些人說我做生意要賣 不要賣了 對 做別的生意吧 不是開玩笑 真的 不太好 你不知道就不知這不罪 你知道的時候 就有心讀人 很多病 老人家 通常的神衰竭 神功能 心臟病 高血壓 都是這樣吃回來的 我們稍後說 胡偉聰通波仔 都是吃回來的 所有病 都是病從口入 是因果病 另外有說說 葵聰邨 商場文具譜 閉門失火 文具譜都著火 不可怕 熱心市民打爆槍 幫助散煙 報警更穩陣 沒有人的 裡面 可以拼散別人的玻璃 拼散別人的玻璃 拼散別人的玻璃 只拼散別人的玻璃 報紙說是熱心市民 嘗試將火救息 驅散煙霧 同時報警 也好 看到也很大煙 不知道是否附近的商戶 很奇怪 文具譜怎麼會閉門失火 餐廳也有些可能 可能是短路 這麼巧 昨天有一宗大件事 在大嵐隧道 巴士撼減速調避車 車長被困 大批乘客 在管道內等待救援 昨天的早上大概11點左右 吊臂車減速慢 巴士 巴士 都知道他沒有什麼車頭 一隊就插進巴士裡 整個玻璃粉碎 巴士的二十多名乘客 等夠了 有乘客突然扭傷頸 突然急停 巴士司機也幸運 這樣也沒事 有什麼事 很嚴重 他那裡沒有東西頂住 一頂上去 幸好 這些叫做有驚無險 好了 說多一點 看到報紙說 心臟衰竭 是頭號致命殺手的 全世界都是這樣說 原來你睡覺後 起床覺得很累 都是先兆 希望大家自己要小心 心臟衰竭第一級 剛剛睡醒都覺得疲倦 心口悲悶 第二級 走兩三層樓梯覺得氣喘 做家務也覺得累 第三級 睡覺時感到呼吸困難 要把枕頭佔高 才可以暢通呼吸 這些都是心臟衰竭 第四級 四肢開始水中 坐在這裡感到空門 哇 真可憐 很多原因 例如高血壓 心律不正 心肌梗塞 先天性心臟病 繁莫性心臟病 主因是肥 貧血 慢性腎病 肺部疾病 其實很多原因都有機會發生 大家自己 要多檢視自己身體 今天講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